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7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昨天咱们在节目中说 碧桂园现在真是乌漏偏锋连夜雨 本来公司就在生死层亡一线 债券人提起破产 碧桂园努力的在进行债务重组 双方还在博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了碧桂园的总裁 玄美 今天晚上有一段视频流传 这个视频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碧桂园的总裁 我也不清楚,没有见过他 所以大家看一看,一笑表直 大家看视频 今天是算是第四次 但是今天晚上换了两个地方 但是第三次 就在讲,我是很重视你的召唤的 2014年第一次职位 要不然咱按照顺序,每个人给我介绍一下姓名,随便说 好了啊 然后呢,你好多年的任务没完成了是吧 啥呢 给莫总介绍个漂亮的女朋友 行 这是你说的啊,我肯定这么想 李莫,身高176,希望今年能发大财吧 对,好,不错 哎呀,你穿着大银 小孟,身高1米79.5 对,身高176 其实身高176 小银,身高175 对,身高175 好,拍一个 准备9分钟,拍一个 那最后,最后左右共产会员分析 如果这个是 繁市场公司的总裁 那你说这个繁市场公司啊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为什么还有那么的专家 呼吁啊,要国家拿钱出来 拿我们全民的钱啊 拿我们的大头啊 去拯救这些房企 这是为什么呢 房企爆雷啊 这个房企啊 应该负自己该负的责任 包括法律责任 还有刑事责任 法制化、市场化 我想啊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实的 那叫广中亏报 可见一般 叫战狼定律啊 说你们家发现一只战狼 那说明你们家已经被战狼占领了 战狼绝不是一只 而是很多只啊 所以去年啊 这个政策的大方向 是保交楼 保房子 而不是旧房企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 因为房子啊 是韭菜已经花了钱买了的 贷款都已经背上了 房子不能交付给韭菜 这个说不过去政府啊必须要保交楼 因为这个房子比如说一万亿平米 那七千毕竟都是流到政府口袋了 所以政府保交楼这个天津地义 是政治任务啊 但是你保房企 把房企的房子收购过来 这个有太大的道德风险 说到保交楼啊 新浪财经啊 他有一篇报道 他说全国首例住宅停工 官方协调集中退房退首付 这个很厉害 说啊在江苏南京 珠江四季城停工两年后 官方宣布业主们可以退房退首付了 这也是全国第一例在住宅项目停工后 由官方协调集中退房退首付的案例 一位业主称啊 官方回复 因为总包房苏中建设受到恒大公司影响而停工 本来年初还说啊 已经法院判决 珠江如苏中建设解除合同 正在确定新的总包房 现在看来 确定新的总包房并不能完成交付问题 因此啊 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协调 计划启用监管账户资金启动退房流程 开发商同意退房 目前已有大部分业主 如开发商签订相关协议 这也是由官方推动下 全国首次集中退房和退首付 虽然不能退还利息 但珠江四季已成 业主们有了新入产的机会 也给其他地方类似情况 提供了希望和样本 这是界面新闻报道的 我觉得这个值得提倡 你把首付购房款跟人退了 一拍两散 利息也就算了 这样业主的损失最小 业主这个时候可以决定 我是买房还是不买房 我是去其他的楼盘去买 还是继续买你的珠江四季月成 实际上业主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我其实说明政府部门 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办法判断 也有可能 这开发商恐怕有更大的利益在后面 他在愿意退啊 通通乖乖的 否则开发商可以不退的 就我给你交房 他说了监管账户资金是在的 并没有把钱挪走 大家记住了 如果把钱挪走了 他也不正在退钱的事 你怎么退啊 他没钱 这个说了监管账户的钱 就说明开发商没有把钱挪走 这个钱来退给 原路啊 退回给这个业主 我个人分析啊 这开发商这么痛快 这个后面恐怕还有其他的情况 也就是说啊 这个叫无力不蹊躁 买的没有卖的金 一定记住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把钱退给你了 这个业主早点解脱 至于人家开发商 后面玩什么猫腻 那是他的事 同样是见面新闻啊 他是7月26号 有个报道 他说七七折卖房 南京华润 收盘降价抢收 说南京啊 有一些房地产项目 仍在降价抢跑 近日南京雨花板块 华润项目啊 打折卖房 11栋清产 七七折 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 关云兰府11号楼 特许交售均价是 4.35万每平米 七七折算下来 单价是3.34万每平米 不过中介遭遇的价格 要更低 一位中介表示啊 单价3.1万每平米起步 另一位中介则表示 可以七二折 这个见面新闻说明什么呢 说明南京的核心地区 城区了嘛 雨花板块居然七七折 而且华润呢 是央企啊 七七折 实际上它是七二折 总之啊 有得谈 只要你诚心想买 价格还可以谈低一点 是吗 说明以前媒体宣传的 什么新房涨价 新房抢购 楼市回暖 至少在南京这个地方 不成立 南京的楼市下行空间啊 恐怕还不小啊 还有想象空间啊 央企七折卖房 这又说到刚才的 珠江四季月城那个项目 很有可能把房子一退 开发商现在这个行情啊 它可以停工了 没人找到麻烦 等到它楼市回暖 它到时候再开工 也有可能啊 或者再等政策 等风来 澎湃新闻报道啊 7月28号 有的地方政府啊 为了促进房地产 为了让楼市回暖 为了让人去买房 也是操碎了心啊 管西南宁市 人大代表啊 给市政府 相关部门提建议啊 人大代表也操心了 说提了个什么建议呢 关于南宁市 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刺激的建议 又是要刺激市场 刺激消费 他这个建议里面啊 提到了 首套住房 零首付 那建议说 买的第一套房 直接就零首付 咱们不调 刚调到15%吗 有的开发商啊 通过这个暗箱操作 违规啊 恐怕这个首付 恐怕调的还很低 但是啊 人大代表 公然建议政府 零首付 我们看这个政府啊 也就是南宁市 住建局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啊 近年来 已有多地监管部门提示 警惕零首付购房风险 具体风险包括 一是加剧购房者还款压力 得如购房者来说啊 零首付意味着在购房初期 不需要支付任何首付项目款项 虽然购房初期压力降低 但实际上 可能让购房者承担更高的贷款额度 从而增加月供负担 长期来看 可能导致购房者陷入财务困境 难以维持稳定的还款能力 同时 由于市场不稳定 可能会造成购房者资产价值缩水 而贷款余额却保值不变 从而加剧购房者财务压力 第二个是存在金融风险 对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啊 零首付购房增加了贷款违约的风险 由于购房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 一旦遇到经济困难或房价下跌 购房者可能更容易选择放弃还款 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闪生 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甚至次贷危机 第三个 可能存在法律风险 零首付购房可能引发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行为 导致购房者遭受经济损失 实际上主管部门回答了人大代表 你这个建议也得扯淡 出现局回答的还是靠谱的 你零首付实际上是坚定门槛 让谁都能买 你就还安接贷款就行了 这样其实有很多人发现 那我就买套房 因为现在楼市风险 很难预测 很有可能继续往下走 一旦房价下跌 这些没有交首付的人 他以为我断购就行了 反正我没有套出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你断购 那你在金融机构那 你已经被失信了 成了老赖 人家把你房子拿回去拍卖 还这个安接贷款 如果不够的话 剩下的你还得还 终身背在你身上 第二个 有很多人以为我没交首付 我就付点安接贷款的利息 实际上如果你付了一年 付了两年 你这付的基本上都是利息 本金一点都没减少 或者减少的非常少 也就是你这头面 前面这个还的安接贷款 全是给银行打工 银行的贡献做完了 后面才是还的本金越来越多 所以一旦处置你的房子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我前面交的钱都是白交了 都是利息 你贷款多少 余额没变 所以你承担风险 所以说啊 你韭菜的收入没有显著提高 你只是降首付 让他买房容易 实际上是加杠杆 杠杆加的无限大 说到加杠杆啊 最近网上又在宣传呢 整吃俭用 累进裤腰带买房 说的是湖北 26岁女生存钱两年 和男友买车买房 两人每月吃饭不超过300元 大家看一下视频啊 我觉得不知道是在宣传什么 是希望这些没有钱的人去买房 通过省吃俭用 通过节约 到底在宣传什么 我看到的啊 全是风险啊 这个在提倡是 省吃俭用 买房买车 但是比较讽刺的是 这个女生啊 反对消费主义 那你买房买车 不就是行吗 这是最大的消费啊 省吃俭用 去买房买车 说自己是反对消费 消费主义 这个房子啊 现在是不是金融属性 越来越弱 有很多城市的房子 已经没有金融属性 只有住的功能 也就是说啊 这房子没有投资价值 所以在很多地方买房子 纯粹是消费 以前买房子不一样 以前买房子 也可以算成投资 不动产 它在升值 它有金融属性 现在房子只有居住的属性 所以它只能 所以消费啊 因为它不停的贬值啊 你要交物业费啊 这个房子是要折旧的 和你买车没区别 车一买到时候就开始赔钱 因为折旧嘛 房子也是一样 以前为什么不考虑呢 是因为房子在升值 那点折旧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女生啊 她省吃俭用两个人 买一个总价83万元的房子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她杠杆拉满了 一旦出现变动 她根本还不起安洁贷款 因为她已经节约到 一个月只要300块钱吃饭 30块钱加几把面条 只能吃一个星期 那一旦她没有收入 她还怎么涨钱呢 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全部用来首付 买房了 杠杆啊 加到了极致 第二个呢 你虽然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每个人的价值观 但是你这么节约 那你图什么呢 就是为了有个房子 有个房子 你租房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租呢 现在是租寿同权呢 为什么一定就是要买房呢 而且在这个年纪 必须要买 所以说这个视频啊 这种宣传导向非常不好 年轻人千万不要善当 这个不值得学习 对吧 身体也很重要啊 你一个月花三百块钱吃饭 那你连续这么吃 身体不也垮了吗 要房子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是反对那种 省吃俭用 攒钱 攒个首付 去买房的 这个时候 就是刚需房 你也得忍 因为你扛风险能力是最差的 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26岁的女生 和她男朋友 扛风险能力基本没有 所以啊 不值得学习 但是啊 如果房价上涨的时候 放在20年前 她这么干是对的 邀请押官 先上车再说 因为那个时候房子还有金融属性 房价一直在涨 现在房价是可上可下 万下 声不见底 具体说到 这武汉的房价 这个楼市 可以说一言难尽 比刚才介绍的南京啊 恐怕还要差 南京这个核心区 央企都七折卖房 是什么概念 所以说啊 年轻人 如果这种情况 你就是刚需 也不应该买 而去租房 等到工作稳定了 手头确实有点钱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 最近啊 豪宅 频频这个 成为日关盘 各地豪宅 遭到这个疯抢 这广州也不甘落后 这个财经网啊 报道 说广州一豪宅 备案价 约56万元一瓶 验资最低 2000万元 广州豪宅 又有新记录 近日 市场流传 广州 彭瑞一号 T1栋 备案信息 其中 一套建筑面积 2160平方米的 带富士 泳池 这个单价高达 56万元 每平米 销售申报总价 超过12亿元 7月26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从广州 彭瑞一号项目 工作人员处 采访了解到 确有一套 顶副 备案价超过 56万元 每平米 其余房员 备案均价 都在25万到 37万元 每平米 你不等该项目 看房 须提前验资 最低 减则 2000万元 也就是说 你没有2000万元 你去看房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说买了 看房 你得最低有2000万 才有资格去看 虽然56万只有一套 特殊户型 但是人家均价 都是25万到37万 这也不便宜 100平米 就是3000多万 说 虽然备案价格 可能与此后的 实际成交价 有所差异 但56万元 每平米的备案价 已经痛破了 广州 新房市场 天花板 放言全国新房市场 这一备案价 也是数一数二 这个说明什么呢 一方面 叫 猪门九肉臭 鹿油冻死骨 豪宅 豪出天际 照样有人买 有钱人还是有的 富人还是有 穷人买房 勒紧裤衣袋 一个月吃饭 只要300块 买一套80万的房子 在那也只能 买人家的房子 两平米都不到 所以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 这就是问题 第二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广州 他在放卫星 雨不惊人死不休 既然搞就搞个全国第一 我这最贵 就问你们服不服 既然豪宅好卖 豪宅向上 打开了这个 房屋价格的空间 天花板高了 这样下面其他的房子 好卖 这个保不齐 也是广州 在放卫星 它这个价格 超过了上海 超过了北京 广州就是核心区 我也不知道 它核心到哪 能有这个价格 所以不排除 是炒作 反正也卖不出去 索性往高里叫 最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时代周报刊登 专家称 存款利率年底 或还会下调 存款利率 进入1%时代 7月25日 六大行 均下调了人民币 存款挂牌利率 除了有储银行 部分存款利率 稍高之外 其余 几家 下调幅度 保持一致 并且中长期 存款利率 降幅更大 具体来看 共产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中基 国银行 交通银行 活期存款的年利率 从0.2%下降到0.5% 15%下调了五个基点 随着存款利率下调 有专家认为 这会将带动更大规模的存款 向理财搬家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清提到 此次国有大行存款利率 调整后 其他商业银行也会跟进 考虑未来一段时间 经济和物价走势 我们判断四季度 政策利率 任存在下调空间 届时将带动两个期限品种 LPR的报价根据你调整 这样看来 年底前后 还有可能启动新一轮 存款利率下调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理解 存款利率再怎么调 都要坚持存公行 就是利率越调 你越要存公行 道理非常简单 如果说理财那么容易赚钱 那银行根本就不担心 他贷款贷不出去 就是理财的风险 远远大如存款 如果社会上很多项目 好的资产需要钱的话 实际上他很容易 从银行就可以拿到便宜的钱 这个大家一定要懂 因为银行的利息很低 那这一项目 为什么不去银行拿钱 银行的钱带不出去 他跑去找理财要钱 理财的成本高得多 因为理财给理财的人 支付的周易 那本身就高啊 大家想一想 什么样的资产 从银行带不到钱 跑去找理财 只能说明这个资产有问题 银行是刚性兑付 所以说他对资产 风险把控的就严得多 而这个理财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理财不是刚性兑付 赔了你自己倒霉 所以他有可能就投那些 风险非常高的项目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所以这个时候还在 为那一个点两个点的利息 去理财的 可以说啊 叫义高人胆大 换种说法就叫无知者无畏 所以说利息越低 越要存共行 坚持存共行不动摇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